我有一件事情 噓 你是不是欠我一个东西 我欠你什么 定情之吻 这里可是办公室啊 我们关系是合法的 你怕什么呀 可是万一被人看到了 多不好啊 这里可是总裁办公室 没有人赶进来 你们俩干嘛呢 原来刚才那个就是你爷爷啊 他来找你干嘛 他就是来督促我一下 顺便来看看你这个孙媳妇 那他是不是对我很不满意啊 没看出来 你还挺有觉悟的嘛 他真的对我很不满意啊 完了完了完了 那我还是自己辞职吧 你个笨蛋啊 我呢 不要别人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所以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刚才没完成的事情 完成啊 这 要是再被人看到了多不好呀 我保证这一次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 打扰 你 被开除了 哎呀 我就说嘛 我做这么棒打鸳鸯的事儿 这下好了 肯定需要被炒鱿鱼了 哎呦怎么办呀 你先别着急 他肯定就是吓唬吓唬你 小媛媛 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我还有一个月就转正了 你先别着急 我好不容易进了威士集团 我费了多大的劲儿 救救我呀 谁来救救我呀 我都快被文董事长 拉进黑名单了 你也要被炒了 我到时候想被炒 这样我就不用背上一个 祸国殃民 红烟祸水的罪名了 这里是办公室 我们的关系是合法的 这里可是总裁办公室 没有人敢接 不行 再这么下去 我非得缴械投降不可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被炒 你帮我想想办法呀